去年的这个时候 Porsche Malaysia 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玩意儿 首款纯电性能防跑 Porsche Taycan 而在一年后的今天 这一个车系开枝善业 迎来了新成员 Ladies and Gentlemen 掌声欢迎 全新的 Taycan Cross Turismo Taycan Cross Turismo 里的Cross 就是休闲风 可以走烂路的意思 至于Turismo 在Porsche 里面其实是Wagon 也就是旅行车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Porsche 只是把Taycan 变成一台旅行车 再加高 然后再打入四驱系统 变成一辆Cross Over 不过它又没有SUV那么高 所以在可以走烂路的之余 重型也没有太过高 还是可以维持到一定的操控表现 也因此在外形上 我们来看看前点造型部分 基本上和Taycan 是大同小异的 包括拥有这个招牌的 4.4 LED Matrix System 头灯组 但是下方这个保险感部分 则多了这个休闲风格的护板设计 而最明显的就是离地间隙有所不同 这台车它的离地间隙 比普通版Taycan 高了20mm 而如果你选择这个 Offroad Design 的话 这个离地间隙将会 额外再多出一个10mm 也就是增加30mm 与此同时这个 Offroad Design 它在这个Body Kit 身上呢 四周也会有额外一个护板的设计 就是防止这个石头的刮蹭 来到车车部分老实讲 我第一次看到照片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怪怪的 尤其是它的这个 这个间隙太高了 很不协调 但是看到了实车以后 其实还蛮漂亮的哦 尤其是后尾这个 Shooting Brake 略装式的这个六倍设计哦 我觉得很称 拍看这个极具肌肉感的车身 整个看起来就很精致 很时髦的感觉 同时这台实车呢 它也选配了20寸的双色轮圈 前方轮胎尺寸为245 45 后方呢是个285 40 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有点高 但其实实车看起来还是蛮协调的 与此同时 这个4S 版本呢 它也拥有这个 很酷的 SLED 充电盖 车尾部分老实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个人是偏好这个 Shooting Brake 多过原本的那个防跑版本 但是呢尾翼方面 它是一个固定式尾翼 而不是SALOON 版本那个 会自动升降的那个 电动尾翼 但是其他部分都是大致相同 好像这个招牌的 盆贯整个尾门的LED灯条 尾灯 这个真的是太漂亮太漂亮了 而同样的下方的这个大型轮流器 也是获得了保留 只不过我觉得在这个 Shooting Brake 身上 好像有点 吐起来的感觉 当然这个 Cross Over 版本 它最大好处就是它的尾箱容量加大了 而且你还可以直接在这边打开尾门 相比起防跑版 它多了一个39公升 达到了405公升 而你将这个后座的座椅 完全放倒之后呢 这个容量进一步提升到1200多公升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 别担心 这台纯电跑车 前方还有一个80多公升的 行李箱空间 来看看各东西 会自动弹出的隐藏四门把 很有科技感也很漂亮 来到内容的部分呢 基本上这个 Cross Turismo 版本 和防跑版的开看啊 算是大同小异啦 设计全部都几乎一样 包括拥有这个招牌的 曲面全夜景仪表盘 而且它还有这个触控的操作 很 High-tech 同样很有科技感呢 还有这个招牌的双联屏 触屏 但这台车它就另外选配了 全新的一个选项 也就是副驾驶的触控屏 让这台车整个 Dashboard 都是 Screen 除了满满的 Screen 以外呢 这台车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有科技感的 就是它的许多调节都是电动操作的 像是桌椅啊 方向盘啊 就连这个空调出风口的这个风向调整 都是跑进的 这你受得了吗 那其实我是很喜欢这个 Taycan 的内装设计 我觉得很简约化很简洁 但是它还保有一定的实际性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台车有非常多的植物空间 包括这里还有一个隐藏式的护手箱 漂亮 而这个 Cross Turismo 版本 最主要的还是它多了一个被称为 Gravel Mode 的驾驶模式 Gravel 顾名思义就是碎石 也就是简单的暴力的告诉你 它是 Off-Road 模式 那在这个 Gravel 模式之下呢 除了有车子会进一步升高以外呢 其实它的这个油门反应也会有所不同 来应付你的这个越野路段 除了尾箱容量大了 其实这个 Cross Turismo 它在后座的空间表现部分 也是有所增长 不过是在头部这边啦 因为这个车顶拉长了 所以它这边增加了一个47mm 虽然看起来很小 可是我现在实际坐在后面 我觉得比这个防跑版本的 Taycan 呢 真的是整个感觉压迫感少了很多 空间感好了非常的多 至于其一部分只是大同小异 那这台实车它是一个四座版 所以后面是两个座位 中间有个地方给你放东西 然后有 Arm Rest 都是和这个防跑版是一样的 不过虽然说这台车它是一个比较 跑格的车啦 可是它的这个后座 其实坐起来还蛮舒服的 虽然说这个椅背有点直 但是我这样躺下来 我觉得它支撑性很好 做长途画 不错 而且就连后座的这个孔调面板控制呢 它都是出屏操作 真的是未来感十足 Taycan Cross Turismo 在我国有4、4S以及 Turbo 动力输出方面皆有所不同 但是全部都有 Overboost Function 在这边我就类出详细的输出功率 电池功率以及续航里程 所有车型都支援最高270kW的快充 充电5分钟就可以行驶100km 而只要22.5分钟呢 就能把电池从5%充到80% 当然如果你要用家里普通的插头也行 只不过Porsche会在你摆车后 前往你加检查电压 确保一切OK才让你使用家电充电 全新的Porsche Taycan Cross Turismo 在我国一样备有三种车型 那相比起防跑版的Taycan 它是稍微贵了少许 但是同时你多了这个通用性 还有实际性 同时它还能Off Road 开着921或718的你 如果想要一台能够越野的保时捷 也可以考虑这台车 好啦 今天的这个新车介绍影片 就到这里结束 想要看我小明试驾这台车的话 留言给我知道 觉得这台车如何 也欢迎发表你的看法 喜欢这些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 还有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还有关键 我们下期节目 看到点赞 有点说明 我们下期节目 快点赞 想要